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活正流行 长者一样有活力 良好的生活习惯 正确的医疗保健 学习健康新观念 活出高龄的智慧 迎接中年新世代 我们的专业采访团队 带您一起进步 幸福引发赞 家中长辈身病卧床 长期照顾的家人压力大 怎么办 喘息服务来帮你 喘息服务主要它就是一个资源性的服务 我们主要就是要支持我们的照顾者 当他不在家中的时候 去衔接我们被照顾者的一个生活照顾的部分 阿公阿嬷见风就流泪 眼睛老是感觉有异物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泪水大概有三层 一个是水层 一个是油层 一个是粘液层 那不同的疾病会造成不同的层 会缺乏 那缺乏油就出现肝炎症 我就是生日末生 今年83岁 一般讲到 肝炸有味 就是饮饮饮 还有食物这样子 细胃映染 这样有趣味 同时也听到呼应 就是最 我其实目的就是这样 舒姐压力你会选择什么方式 品尝美食 出国旅游 还是跟朋友聊聊天 喝个下午茶 当然要做这些事情 你得要有时间 有许多人为了照顾家中生病的长辈 忙得连自己都快得忧郁症了 长时间下来 对于照顾者及被照顾者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如果说你也想要喘口气 休息一下 或许您需要喘息照顾服务 住在细纸67岁的冯波波 四年前被诊断罹患失智症 不但有多次走失的经验 各种慢性疾病也一一出现 为了帮老伴找回健康 冯妈妈辞掉了原本的工作 专心在家24小时的照顾老伴 我们在家等到晚上十点半了 才有那个陌生人打电话 他说这个伯伯在哪里了 那你们来接 然后我们才警觉到说 他的状况很严重 那还有第二次 他也往那个南港的方向 又骑着摩托车 就也不晓得回头 那我们才警觉到 他的状况严重 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 那辞掉长时间照顾他是很累人 还有我本身有糖尿病二十几年了 双方面的压力 像冯波波这样的案例 照顾病人的重担 通常都会落在另一半的身上 长时间下来 照顾者也有可能 因为负担的压力过大 而出现所谓的情绪焦虑 忧郁等症状 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让他们也可以稍微 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和机会呢 今天我们就要带您 一块来找答案 家里如果有长辈生病 照顾病人 真的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那么政府针对照顾者 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可以帮助他们 我们知道其实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有人生病 通常就会 这个家庭就会面临到 一个照顾人力的安排 那通常我们家里面 会有一位主要的照顾者 有可能是配偶 有可能是子女 那甚至有人会需要 离开工作的职场 那回到家里面 去做全职的照顾者 那我们针对这样一个 照顾的一个工作 有一个喘息的服务 这个服务主要就是提供 给这位照顾者 当他就是临时 可能有事情没有办法 全职的照顾这一位 服务对象的时候 他可以去使用这样一个 喘息服务来资源 他的一个照顾工作 喘息服务分为机构式 以及居家两种方案 机构式喘息是只将长辈 送到专职中心 接受24小时的照顾 居家喘息是让专业的 居家服务员 到家中两小时左右的 照顾长辈 这段时间主要照顾者 就可以外出或是稍作休息 针对照顾者 我们有喘息服务 那喘息服务要怎么样申请呢 喘息服务的申请 我以新北市为例 我们可以到像长期照顾中心 或各区公所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 长期照顾申请的一个评估 那长期照顾中心 他们去评估过这个使用对象 失能的状况之后 会核定喘息服务的天数给他 这个失能评估会以 轻度 中度 重度来分析 那如果说呢 他评估结果是属于 轻度跟重度的部分 他一年里面可以有 14天的一个 喘息服务可以使用 那如果他评定是重度的话 他一年里面有 21天的一个喘息服务 可以去申请使用 政府补助的天数 居家和机构是合并计算 费用则是依照家庭经济状况 有不同比例的补助 超过使用天数 就需要全额自费 除了台北市以外 家中如果有请看护的民众 就没有办法申请喘息服务 喘息服务也推广了一阵子了 那目前的使用人数 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其实我们整个在 核定的过程里面会发现 就是符合这样子的 一个使用资格的对象 其实每年都有持续的增加 因为我们的照顾者越来越信任 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服务的提供 他们也越来越放心 愿意把这样的照顾工作 透过外面的方式来支援 从我们最早期可能 我们所有的资格对象来讲 比如说我们也200位 一整年里面可能就一两层 真正使用过这个服务 可是我们到近年来 去年的一个统计 都已经可以达到 就是将近五成的一个使用率 会发现说我们许多的民众都知道说 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可以使用 也愿意而且信任 可以用这样的服务 来支援家里面的一个照顾工作 为了让自己能有休息的机会 三年前冯妈妈提出了 居家喘息服务的申请 经过评估之后 依照居住所在地 安排了老五老基金会的社工来帮忙 在约定好的日期 居服员就会来到家里照顾冯波波 让冯妈妈可以稍微喘口气 放松一下 喂 老五老基金会吗 我是建成路170号2楼的冯太太 麻烦你下个礼拜五的下午2点 请派一个居家看护员来我们家服务好吗 好 就这样跟你登记了 谢谢你 拜拜 一般来说需要使用居家喘息服务 都是要三到七天前提出申请 方便设服单位安排居服员的时间 等到居服员抵达之后 照顾者就可以放心出门 那居服员来家里之后呢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照顾内容 我们的一个喘息服务 主要它就是一个资源性的服务 我们主要就是要支持我们的照顾者 当他不在家中的时候 去衔接我们被照顾者的 一个生活照顾的部分 比方说可能可能要用餐 或是他要上洗手间 或是说他需要在居家附近 去散散步 走一走 去协同他去完成的一些 日常生活的部分 冯妈妈今天有事外出 所以申请了两个小时的 居家喘息服务 今天我们就化身为一日居服员 一块来看一看 居家喘息服务的内容有哪些 熊先生 哇 哇 你坐好久了喔 我们去活动一下喔 今天安排来做居家喘息的服务员陈淑金 刚好就是平常冯波波的居家照顾员 淑金姐说冯波波其实很像小朋友 看到他来就像是看到老师一样 只要是他说的话冯波波都会听 但是对家人有时候就会小小耍赖一下 不肯乖乖练习走路 长时间的照顾 居服员和被照顾者彼此也培养了一定的熟悉度 所以来到家里做居家喘息照顾的居服员 是不是有经过一些什么特殊的训练 对我们在做居家喘息的这样子的一个 照顾服务的服务人员 他都是受过一个专业的训练 因为照顾服务他本身有一个基本的资格的职钱训练 那他的时数大概90到120小时不等 那他们到我们基金会来服务之后 其实我们也会再安排一些定期的教育训练 可能我们有接触到一些不同的服务对象 那我们在服务的一个因应上面 或服务的技巧上面 需要再加强的部分 我们就会在陆续的 透过我们在职训练的部分去加强 让我们的照顾者真的能够去安心地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先请教一下来做居家喘息服务之前 会不会做什么样的功课 我们要来之前 我们事工会跟我们讲 然后就说这个伯伯的情况是怎样 然后就带我来 大家介绍认识 起先服务的时候 他走路的时候情况还不是很好 后来差不多服务了几个月 两三个月以后 他走路真的有进步 那我都觉得说 真的还是要运动 所以我就多带他运动 让他在外面走 他走了现在真的是不错 主持人 我出去办点事 好 有没有办法 慢慢来 小心 慢慢走 虽然目前对于失能长者 政府的各种照顾资源非常多 不过调查显示 还是有许多的照顾者 因为长时间照顾病人 导致心理压力过大 出现情绪焦虑 以及忧郁等问题 他们最希望能够有人 事实伸出援手 让他们有一段时间 能好好放松休息 当初是怎么会想要申请居家喘息服务 有时我们也要外出办事 或者自己要上医院 这个长时间来没有人跟我们替手 那从报纸上看到说 政府有这个给我们照顾者 一个休息的机会 其实喘息服务主要就是让照顾者 能有休息的机会 尤其长时间面对被照顾者 平常在家或许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时居服员又成了最好的倾听者 听听他们说说照顾的干苦 分享心事 有个心情抒发的管道 请问一下来做居家喘息服务 您的感想是什么 做这个工作真的很好 我是觉得说 第一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又可以大家都聊得那么愉快 又知道人家的困难 我们可以帮忙一下 那多好 帮助人嘛对不对 而且又有成就感 所以说我是觉得说 这个工作真的非常好 我以前是做看护的 比看护还好 说实在 我回来了 这么快 可以啊 师姐 谢谢你帮忙了 不谢啦 好 那我回家了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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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很有爱心 那就像朋友一样 因为他也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了 所以这样长时间来 因为我先生也申请了蛮久 那让我说 真是一个让我有休闲的时间了 居家喘息服务提供的是临时性短时间的照顾 如果是主要照顾者需要出差或是旅行 就会使用机构式的喘息服务 让爸爸妈妈24小时的待在养护中心 由专人照料 先请教一下 今天怎么会想要来使用这个机构式的喘息服务 那觉得这个服务对家属有什么样的帮助 因为爸爸突然生病住院了 然后经过一番的考量 所以才 因为担心妈妈在家里面没有人照顾 所以才把他送过来这边 因为他这边有24小时有人帮我们照顾着 让我们可以继续从事我们的工作 然后让妈妈他们有人照顾我们会比较安心 先请教一下民众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机构式的喘息服务 通常家属会来参观 那我们确认跟当地政府的卫生单位 像卫生局还有卫生所确认以后 是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到现场去评估 我们就会收案了 他必须还要做一个所谓的传染病筛检 那经过我们大概十天左右 医院给我们的一个检查报告 我们确定无传染的这个余力 我们就会收案了 那在机构里面可以提供长辈们什么样的服务 其实入住长期照顾机构像我们这种单位 它基本上跟喘息跟自费是一样的 好比说善事服务 然后盥洗 活动 还有一些陪伴 还有一些节庆的 如果他刚好遇到节庆 我们有一些节庆的一些活动带领 志工服务 然后还有药师 然后营养师 然后医疗的巡回巡诊 然后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 有专业的人士在一起 所以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照护 也对家属有帮助 那家属就会长期让他入住在这里 对 然后可以增进一些彼此的一个关系 然后减少家属一些负担 早上 中午 晚上 还有睡觉 到七中午 在机构里有专业的照服员 护理师 打点长辈的三餐 提醒他们用药的时间 还会有团康活动 照顾长辈的身心灵健康 台湾地区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数 已经达到总人口数的12.5% 十年后预估会超过20% 需要长期照护的例子越来越多 喘息服务的协助 不但给予病患最适当的照顾 也成了家属值得信赖的依靠 随着医疗进步及养生风潮的带领下 现代人越来越长寿 活得年长也要活得有品质 善用政府提供的各项照护政策 不但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也可以让被照顾者 享有更专业又舒服的服务 享有更好的饮法生活 干净平滑的挡风玻璃 让我们在高速行径当中 依然可以看清楚前方的路况 当挡风玻璃沾满了灰尘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转动雨刷 希望能把灰尘清掉 不过如果雨刷机没有喷出来的情况下 这些灰尘还是会始终卡在 我们的挡风玻璃上 无法清澈透明 我们的灵魂之窗也是一样的 当它有异物感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点点泪液来把它清除 让它觉得干涩的时候 需要一点点泪液来滋润 所以当你觉得有泪流不出 或者眼睛明明干涩 却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要想想 你的眼睛可能出状况了 一大早台北市的大直舰南蝶园就来了一群赏蝶人 蝶人的志工郭思香也聚精会神地寻找蝴蝶残卵的踪迹 然后那个尾巴会要勾 勾过来这样点一下点一下 那才是产卵 你看它只是站在那里 有有有 对对对有产卵 产了两颗 亲自点在这里被我看到 不然我根本看不到 你看 这么小小的 不太小 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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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思香 67岁的退休老师 退休前 他的眼睛常常是干涩红肿 而且见风就流泪 不要说在阳光下看这么小的蝴蝶卵 只要风稍微强一点 他的眼睛就眼泪直流 眼睛都睁不开了 还能观赏蝴蝶吗 每天就觉得眼睛很干涩 不舒服 那个眼睛干涩 一直有异物感 所以就去看眼科 那眼科看一看的话就说 你这个是慢性节目炎 你这个是老化 这个白天点眼药水 晚上点眼药膏 就这样又维持了一段时间 还是不舒服 眼睛干涩 见风就流泪 这是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特别来到三军总医院 拜访眼科部主任 吕大文医师来寻求答案 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 没问题 很多现代人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看完东西啊 或看很久之后 觉得眼睛酸酸色色的 甚至干干的 他后来是倒觉得眼睛会痛痛的 对 太干 因为太干以后 就像我们想看我们齿轮 齿轮空膜的话 就是一一 它会喷出火花 是 可能加点润滑油的话 它就可以走很顺 是 那眼睛也是啊 眼睛的话 它跟眼皮之间 它是有互动 所以在眼皮动的时候 你这个眼睛如果非常干的时候呢 那这个眼皮 对眼睛就是一种 一种折磨 所以你有时候眼睛就会开始痛 甚至很厉害的患者 常常就眼眶 在这个白眼周期 常常会有出血的现象 因为出血就是因为太干了 所以摩擦了 一直产生血 那早上起来的时候 它有时候在脚膜上面 就有一些 就产生上皮 就会脱落 它一直在复发的话 就变成慢性脚膜溃养 那就是非常痛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人家拍照 那个光来 就觉得异常的不舒服 对 它对光会非常敏感 光一照就觉得已经很难过 是 那我们肝炎症 一般讲 根据定义来说 我们的泪水大概有三层 一个是水层 一个是油层 一个是黏液层 那不同的疾病 会造成不同的层 会缺乏 那缺乏以后就出现肝炎症 那比如说水层来说 那女生过了这个 更年期以后 泪水分泌会变少 所以她眼睛就会干 所以很多四五十岁女生 就会觉得很干 那如果黏液层的话 比如说这个病人 有一些疾病 比如说眼睛 她脸部烧伤过 烧伤过以后 她黏液层分泌就会少 她会出现肝炎症 那油层缺乏的话 比如说她有一些 曾经得过撒眼 一些眼睛慢性的发炎 她使得油层减少了 那她会出现肝炎症 是 那如果水层缺少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水层少了 你当然觉得很干 那油层少会怎么样呢 油层少以后 她的泪水容易蒸发掉 我们流这个油 要防止水蒸发掉 那容易蒸发到 她大概会出现肝炎症的症状 所以这三层缺一不可 一个缺的都可能是构成肝炎症 那医生针对肝炎症相关的检查 我们通常会做哪些 一定做的步骤 一般肝炎症来 我们大概首先看看试例 因为有些太干的话 怕对刺例会影响 是 那我们试例看完以后 大概会做个裂隙症检查 看看就是说 这个干眼会造成她脚膜上皮 就是黑眼珠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些细胞 已经有在脱落的现象 那这个都做完以后 我们大概会给她做这个 这个柿子测验 就是说我们放两张柿子 在这个病人的这个 白眼珠的地方 那去看看她会不会产生水 那如果会产生水 她就会变蓝色 那如果很干的病人呢 她就完全才能维持 原来白色的样子 那这次测她的水 那个时候眼皮也塌下来了 眼睛就一直扎个不停 就医生一检查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我眼睛很不舒服 只是看得到外形 医生说看看 结果就用那个测试一测 她说你严重干眼症 你根本没有泪液嘛 被诊断出罹患干眼症的郭思香 每天还是要点人工泪液跟药水 她觉得长期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应该有方法 可以不要让眼睛这么难受 结果退休后 她就找上了中国气功班 练功的话就发现 这个斩足穴 斩足穴 然后精明穴 然后童子疗 然后再加上脸部 还耳朵啊什么 再加上全身啊 你这样子一带 所有的气通通都会上来 上来的时候 你就通到很多很多的地方 虽然干眼症不会好 但是停留在那里 会慢慢的退步 让我觉得很满意 每天早上练齐中国气功 郭思香还是觉得不够 还有跑去做社区服务 担任大直社区发展协会 金落拳班的班长 自己也练打金落拳 养生也养眼睛 因为养生 真的要给自己一点坚持 就是把它养成习惯 投资自己不能够一步食安 学了这个金落拳 最有帮助 最有效果的 是去出国去玩 到美国去的时候 算是比较干燥的环境 那夏天的话 阳光又很浅 我虽然戴着墨镜 眼睛非常的不舒服 眼泪一直流个不停 然后还眼睛很痛 那这样的话会影响 人家不能出去玩 我自己也玩不成的话 也很难过 所以我打过这个以后 我就知道说 你们等我十分钟 我先到房间去 自己来处理一下 然后就把自己的 大腿的肝筋 肾筋 就这样子拍打 拍打了十分钟 然后眼睛也不红了 流泪也没有了 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吃完早餐 然后大家全部一起出门 去旅游 那我们一旦发现说 确诊当我们是肝炎症之后 有没有依据 程度都不同 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 或策略 肝炎症如果说 我们发现它主要就是 缺乏这个水层 或油层的话 那就给它补充 这个人工内衣的药水 或者是药膏 大概都会 都可以改善 但有的病人 它会 所以还是很肝 那因为我们刚才讲 肝炎症除了说 产生的够不够以外 跟你排除快不快也有关系 虽然我产生够 我流太快了 那这个情况下 我就只好 用这个鼻垃管塞 把它塞起来 那就像你家的浴缸一样 浴缸你给它塞个塞子 浴缸就会积水了 所以这样情况就会比较好 但我一直塞住 这样子不会有问题吗 不会淹水吗 所以我们塞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永久性的 它是一个silicon的材质 永永塞住 那另外一种 我们大概会建议它开 一直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一种叫热感式的胶质 那它随着体温慢慢会化掉 所以其实那个来讲 会比较生理性 因为慢慢化掉 就跟我们身体情况 会比较接近 当你不够的时候 你再去塞就好 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患者 我们有一些女生 过了更年期以后 她简直干到受不了 随时看她眼睛 就像一个兔子一样 红红的 那这种患者 我建议这些方法都做 都不行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建议 在鼻类管区的周边 打上一层这个热度感变速 因为热度感变速打了以后 它会减少你的眨眼 因为我每次眨眼一次 就等于把泪水 就引到鼻类管系统 是 我打了以后 你减少眨眼眼睛 也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干 所以它的分泌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可以补充它 但是我要避免它流得那么快 这个时候除了塞它之外 我可能还重... 连眨眼都让它减少就对 因为这一招还不错 尤其做完因为看起来年轻一点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 根据为服务统计 台湾有近六百万人 罹患程度不一的肝眼症 肝眼症从原本 耗发于中老年人的疾病 变成年轻人也常见的眼疾 罹患肝眼症的郭思香 为了对抗自己的肝眼症 只要发现对眼睛有帮助的事 它就去做 担任健男蝶元的志工 就被它当作是 顾眼睛长健文的好事 这一棵是欧曼 欧曼跟那个飞龙长血 它刚好缠在一起 所以它很聪明 它会找到它自己要的叶子 它不会选错食物 我们的志工呢 它是从退休之后呢 就参与了这一块的生态的经营 那生态的经营里面 它有时候我们必须要 种植栽的维护跟照顾 这时候需要动到的是一种活力 一种付出的汗水 但是呢 无形之中 它也让它的筋骨呢 也活动了 伸展了 吸收新知 劳动体力 又能找到乐趣 出言所及 满山尽律 眼睛看了也舒服 郭思乡跟这些志工们 简直把健男蝶元 当成自己的花园来照顾了 参加这个蝶会的这个志工 又学到知识 交到朋友 那放眼一看都是绿色的 绿色的植物呢 深深浅浅 在穿插着这个漂亮的蝴蝶 飞来飞去 虽然这个眼睛不太好 但是维持它 让它慢慢慢慢地推荒 那就已经感恩不敬 其实民众即便罹患肝炎症 它应该还是可以 过一个相当有品质的生活 对 其实它适时补充的泪水以后 它大概生活上 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也有人问说 那我可不可以吃些什么东西好了 对 像肝炎症一般讲说 如果是缺油的患者 适当地补充一些鱼油的成分 像DHA オメガ3 这些您会建议是不是 从天然食物次量社区就够了 在天然食物里面 很多大概就会含有叶黄素 不过我现在都会建议说 你干脆就是吃含叶黄素的 含鱼油的叶黄素 就吃一瓶就好 所以像我们有太太 她就说我来用这些 敲打穴道的方法 甚至练一些气功 究竟这些保养的方式会有用吗 在眼眶周围的穴道 确实是有一些帮忙 因为这些穴道 它真的会刺激 这个类腺会分泌 所以有人就跟你讲说 我早上起来就是手 就要搓一搓以后 然后在发现眼光周围 它就觉得比较好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甲纹 你不见得要搓手 你也可以拿一个热毛巾去热服 因为你会刺激内线的分泌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那如果我们照护者 要怎么样去早期发现 我们家的这个 年长的长辈 可能其实是干眼症 他自己不知道 对 因为它干 所以他就会想去揉眼睛 因为它揉一揉以后 这个结膜被润湿了 他就觉得好像有比较好一点 就常常莫名其妙揉眼睛 或者是用这个虎口 常常要去按摩这眼眶周围 你就可以想到说 他可能是一个干眼症的患者 还有就是说 因为年纪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他多少就会干眼 所以也可以请眼科医生 帮他检查 所以要保养眼睛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定期要跟医生报道 不是有病才找眼科医生 就是40岁以后 半年一次找眼科医生 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其实就是保养眼睛的 另外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们建南路的志工 每一个月 第一个礼拜二 是来做棲地维护 是 就来种植一些这个食草 反正不同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东西就对了 所以像这种也是嘛 所以这个被咬的洞洞 都表示它其实就是 可能养幼虫的地方 这样它吃掉的 蝴蝶的跟鹅的吃法不一样 这个吃在中间的 这应该是鹅的 就是鹅 就是它们吃法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所以老师是不是有一些 您的经验想要跟我们分享 就是怎么样去 从年轻慢慢地走到退休 慢慢走到习惯这样的退休生活 心态上怎么样调试是最好的 那那个时候呢 年轻有本钱 所以没关系 咬的牙撑过去了 到了退休的时候 所有眼前的这一些 都不一样了 事业也告一段落 然后家庭孩子也慢慢长大 那退休的话 你主要的是 自己健康有问题 那要顾的是什么 顾的健康 但是你健康 你要顾健康的时候 你背着是生病呢 背着是你的病痛呢 还是你要背着你一个 快乐的这个心情 那我就觉得病难免啊 反正这么机器用久了嘛 哪个人没有毛病啊 有病的时候 该看医生的时候 看 平常的时候呢 别理他 然后把那个 就放在你的背包里面 对 你就这样每天呢 带着一个很愉快的心情 这里看看 那里走走 这里学学 那里交交朋友 非常快乐 汽车的挡风玻璃 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 除了要泡沫葱 水枪洗 还要打水垃之外 还要慢慢地把它擦干净 我们的眼睛也一样 要让眼睛看起来清亮有神 也需要质量俱佳的泪液 来滋润它 所以说 虽然我们平常常常劝人家 要笑口常开 可是有时候大哭一场 让这个眼泪洗涤你的眼睛 让眼泪把你心中的郁闷带走 有时候其实也是很值得的 上了年纪您会做些什么事呢 品茶 下棋 花卉 园艺 还是在家享受寒衣弄孙的乐趣 在台南有一位83岁的老牧师 突破了年龄 还有体力上的限制 学习魔术 扮演小丑传福音 也充分诠释了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一块来看看今天的乐龄人生 各位好 我就是生死于牧师 我今年83岁 不是你啦 是我生死于牧师啦 我今年83岁 我最老的定義是 身体健康 心态年轻 无论我的年纪多少 无法驻撑造成我学习心的东西 我去年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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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去過 沈瑞仁牧師是 台南世界之光聖教會的榮譽牧師 早年在電力公司上班 24歲曾誤處高壓電危及生命 經歷了生死關頭後 開始有了信仰 33歲決定辭去工作修讀神學 畢業後在中部幾間聖教會當牧師 並在2000年正式退休 我剛退休的時候 沒有工作的舞台 覺得很無可奈何 可是上帝慢慢給我開 他們這些老人主希望我教他們聖經 我說有了 後來恩人中心希望有人去講道 我也有了 所以在自己教會教聖經 在這裡講道 到那個戒毒村 就替他們禱告 我們一般人叫做使命感 叫做使命感 福音的工作是我的最愛 退而不休的沈牧師 傳福音一直都是他的使命 在30多年的牧師生涯中 他內心一直存有未了的心願 因為那時候台灣能夠成為名嘴 有人聽到我這一個人要講道 慕名而來 可是就是不能成為名嘴 因為我本身的條件不好 因為我不會 我話也不是幽默 風氣幽默 所以還是不能 做牧師就是要傳福音 介紹耶穌 怎麼辦呢 他就是請人畫畫 他一個朋友會畫漫畫 都請他畫漫畫 畫很大張的漫畫 用漫畫來介紹耶穌 他就是傳福音 從他40多年前就這樣 身性木讀的沈牧師 想盡辦法傳福音 65歲接觸到福音魔術 讓一直無法當名嘴 受人注目的他 有了圓夢的機會 各位朋友 新臺民什麼都沒有 祝你上台雲電 就是雷米 他要給你 這都沒有 祝你上台雲電 不是一項而已 兩項 當下在自己的教會 自己的教會 信頭沒有幾個 大概二十幾個 才能量表演 網音不錯啦 網音不錯啦 所以繼續買 繼續買 繼續買 後來在聖教會當中 也有一些名氣 歡迎你們到這裡來采訪我 非常高興 我唱一首歌好了 自我經由就是右手 當中最無夠歡樂 勉強從肚子講話 勉強自己從肚子講話 講話的時候你要注意你的嘴不能動 練習的時候嘴就不能動 所以學習了兩個以後成功 可是成功了以後我還是繼續學 學習了大概一年就停止了 那以後其實很輕鬆 隨便什麼時候要講父語都可以 這個也不容易有時候也會 那個小孩子大概三四分鐘就會 我的孫子啊 你的撇掘是什麼問題 撇掘就喔 撇掘困難最主要喔 沒有穩要插到中的地方就困難了 開始有時候在洗… 要插到中這就有困難了 他用各種方法來看怎麼介紹耶穌 所以他想要做的事情 你竹節就是不來對不對 對 所以他喜歡做的他自己做 在學習路上 永遠無法滿足於現狀的沈牧師 年屆78歲那年 又再次被小丑表演所吸引 興起了學校抽誤的念頭 四天上個晚上去學習 我們的老師Uncle Button 我們叫做寇竺叔叔 他表演非常地精彩 大家哈哈大笑很精彩 可是回到夏琳 腦中一片空白 不會表演的一片空白 很挫敗 焦頭爛額 非常挫敗 正當沈牧師為了學小丑舞而煩惱之際 來自舞蹈界的林雅珍老師 突然登門造訪學習魔術 兩人也因為魔術而成為了好友 你好 林老師 林老師 你好 我是我在跳舞的時候 讓你改正一下 這樣 好 不然我給你看看 好 你先跳一次給我看 我幫你修正動作 好 當初也是試了又試很多的動作 馬戲團裡面最厲害的就是小丑 對 小丑翻滾跳 可是牧師他年齡有了也不能翻 也不能跳 所以真的是對我們來講 受到局限很多 不是很好排 那我想說沒關係 就量身定做 他可以做的動作 好 來 招手 堆低一點 手架起來 好 跳起來 走 腳步放輕鬆 他剛跳的時候很沒有心情 很擔心他沒有掌聲 他就講說 那人家會笑他 他也會在意 我說你不要太嚴肅 你是一個那個什麼 嚴肅的小丑 我說那個小丑都是笑嘻嘻的 沒有那麼嚴肅的 所以你盡量就放輕鬆去跳 對啊 去展現你活潑的一面這樣子 一 二 三 左腳 一 二 三 他手 手 手要滑滾 不同手 不同腳 對 同手 同腳 眼睛看前面 不可以看地上 可以說我這輩子教過年齡最大的就是 沈牧師 他雖然年齡大 可是他的那個學習精神是最強的 我們通常教學生一次兩次三次 那牧師呢 他常常三次以後 他會要求說 再來幾次 對 甚至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我說有時候老師 老師累了 他是還想再繼續練 對 所以我說我從他的身上也學習到很多 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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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一次 外 側 先踩 外面 踩下來 我說你這樣怎麼動 好 來 他東西都是慢慢磨 磨出來 預備 起走 我學習小丑的時候很認真 因為怎麼樣 如果你學不會 你就不能表演小丑 只許成功 不許自敗 夢想成真的沈牧師 因為表演小丑秀傳福音 而生活好評 至今接獲各方邀約不斷 而教友蔡秀蘭 也因為敬佩牧師的無私奉獻 當起了他的御用化妝師 小丑本來就是一種 好像很逗笑 很搞怪的臉蛋 可是他就喜歡他專門的造型 因為他覺得他那個造型 他比較自在 好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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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那邊 小丑 師母 你怎麼不要關心一下 什麼 你怎麼不要關心一下 你怎麼不要關心一下 尾長得到漂亮嗎 你要怎麼看一看 我對話說 我們全部沒研究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會很好 因為我看的 自己自己也不一定是誰 所以我都不敢通過意見 你怎麼不願意 不輸 不輸了 那像不輸的影音狀 是 一般講到 比較乾燥我未來就聽聽聽 可是你還有我師父這樣講 哦 性味應然 這樣有趣味 同時也聽到呼音 就是最後 其實目的就是這樣 其實前半段那就是搞笑而已 跳舞啦 那些 布偶啦 空中揮板 那時那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就是變魔術講呼音 最主要就是主 我的主主在那個地方 耶穌死了之後 他的身體埋葬在福布裡面 他三天之後呢 他身體不近 我覺得就是很生動 就把一般很普通的福音故事 講得很不一樣 而且還搭配沈牧師的那些小把戲 我覺得很佩服他 83歲了 然後還有那麼多勇氣跟體力 耗費在就是傳福音這塊 然後他也講說人生七十才開始 所以我覺得他把這句話 發揮得很恰當 沒有人願意做好的好朋友 可是牧師說 耶穌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很謙卑來到耶穌的面前說 耶穌 你成為我好朋友好不好 結果呢 我第一次看這種表演 也讓我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牧師就藉著每一個結 拉出另外一條絲巾 或者是原先的絲巾 是不同顏色的 拉出另外一個顏色 這個讓我有很深的感受 就是說 人或許原先就是長的這種顏色 但是藉由耶穌 藉由認識耶穌 你的人生會活出不一樣的顏色跟色彩 沒有布了 現在我 沒有布有 裝進去了 有布了 我感謝上帝 好像我都美夢成真 我的表演能夠受到歡迎 不過我盼望的知名度 能夠更響亮這樣 盼望更多的人來邀請我去 我在實際上盼望能夠做一點事情 如果這個工作能夠有益大家 沈月仁牧師並不滿足於現狀 他說只要有機會 他會持續學習新事物 對他而言 享受退休生活 繼續為上帝傳福音 就是退休之後最幸福的事情 時間過得非常快 又到了說再見的時候了 幸福音法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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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店裡 下期見 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